这是安徽省寒山县的一个小村庄 早在二十多年前 这个小村庄就已经与一个久远的石前文明 联系在了一起 张静国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到来的时候 他正在野外做现场调查 他告诉我们 这个地方已经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 因为这下面埋藏着一个无法估价的石前宝藏 然而正在探寻这个宝藏的 不仅仅是张静国 还有一群隐藏身份的人 盗宝者的行动隐蔽而诡秘 按照一般常识 发现稻洞就意味着这个地区已经非常危险 宝藏所隐藏的地点随时会被盗宝者发现 文物也会随时被盗走 盗宝人和考古队的较量已经拉开序幕 2007年5月18日 人们发现在林家滩的高岗上 有异常的动向 着装整齐的警察 已经控制了一片土地 并拉起了警戒线 而且在上面 搭建了严密的帐篷 所有不相干的人 一律回避 当地的村民预感 重要的事情即将发生 来到这里的是一支考古队 领队就是张敬国教授 根据他过去二十年研究发现 林家滩曾经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实钱部族 这个部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宝藏 而这个宝藏就埋藏在这片土地的下面 这个消息的公布 使得林家滩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这个巨大财富 不仅仅吸引了考古队 而且许多头目人也闻风而来 这个宝藏便令巨大的危险 在林家滩的地下 究竟埋藏着什么东西 使得盗宝人蜂拥而至呢 这是发生在1985年的故事 它的名字叫万有桥 二十年前的一个下午 那是万有桥老伴下葬的日子 人们掘开这片土地 准备安葬死者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些奇形怪状的物品 泥土使他们失去应有的光彩 但是奇怪的形状 却引起了村民的兴趣 这批物品随即被送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那些从林家滩来的奇怪石头 被送到了张静活的办公桌上 据说那天 考古所内的研究员都在野外考察 只有他一个人留守 张静国仔细观察后认为 这些普通的石头 很可能就是五千三百年前的遗物 他怀疑这些东西的背后 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石钱宝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